这可是机密 结像是如何弄到的 鱼有鱼路 瞎有瞎道 这都是不入流的伎俩 不值一提 如果王爷觉得有诈 一验自己便知真假 只是下官觉得 若是任由这个逆种长大 日后必养虎为患 说不定 他要向王爷 讨要齐国的血债呢 不得不防啊 本王都要看看 谁活得更久 皇上今日 命我查办慕容府谋反一案 我担心 不管真相如何 慕容府都将难逃一劫 这慕容家的长子 若真是旧齐的太子 那也不是我们能插手的 爹 当年天圣圣传双生子不祥一说 我生下了芮儿和浅月 若不是慕容将军暗中相助 芮儿不可能被安全送到南梁 被我兄长收养 如今慕容家有难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啊 南梁王前几日来信 可有说些什么 哥哥说母妃最近身体总是不好 有些担心 儿媳知道这个请求不合规矩 但还请父亲念在儿媳一片孝心的份上 能让儿媳回南梁看看母妃 去吧 云王爷百般阻挠查处慕容家 不仅不信慕容家造反 连慕容家藏着齐国太子一事 他也能颠倒黑白 说成是无中生有 密信 本王已成与陛下 由此可见 这云王爷 定然跟慕容将军 早有勾结 皇上看过心了 一夜未免 只字未提 陛下不是没有怀疑 只是不肯下决心罢了 所以此事 还要仰仗公公您呢 如此看来 王爷是想先下手为强了 既然慕容俯卧藏齐国太子 那就将他们一并铲除 斩草除根 此事任何人做都不合适 只能由公公您来 在皇城 论武功和智谋 有哪个 能比上公公您呢 听王爷的意思 是想威胁咱家了 齐敢 齐敢 兰飞之死 杂家是做了些手脚 但是 一个身份卑贱的民间女子 独宇宙 独宠后宫 本就是错 更错在 他还生下了夜市暗龙 所以 他不能活 这也是咱家 最对不起皇上的事 但是 咱家 无悔 此事 只有萧妃一人所知 他 定不会讲与旁人 谁不知道 王爷心里的那点盘算 你如此忌惮慕荣将军 无非是怕他日后 朝中地位巩固 跟你清算当年 那笔血债 咱家不管慕容家是真反 还是假反 只要能证实那孩子 是齐国的孽主 他们活着 会威胁到皇上 会威胁到天圣的江山 咱家帮你 也是为了皇上的江山设计 但是 只此以此 日后 你我桥是桥 路是路 永不往来 好 只要能让慕容家万劫不复 你我今后 不必往来 咱家告辞了 不必往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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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 快 快 孩子 孩子 你娘 快走 你娘 快走啊 你娘 你 你爷爷 得知慕容将军有难 命我与你母亲前去营救 可惜 我们来晚一步 慕容府死的死 伤的伤 你母亲 寻找慕容将军长子的下落 为了护着他 夺过追杀 反而 死在无余的手中 自那以后 我便出了家 而你爷爷 不愿让这些恩恩怨怨 继续纠缠不休 曹操了结此案 宁可揽下所有的罪名 不想 反而在多年之后 生出新的一段祸事 原来当年救我的姨娘 就是浅玉的母亲 老王爷的死 上官都告诉我了 与你 与墨阁并无半点关系 我方知 警世子选择了跟老王爷一样的路 背负所有的误会 不愿让恩怨延续 真心应物不生分别 你们彼此有情 且沉缘未尽 误会既到清 应当珍惜才是 何况你们还有了他 他应该由父亲陪伴着长大 而不是像贫僧一样 骨肉分离 已经很久 没对自己的孩子尽到 做父亲的责任了 爹 我能抱抱他吗 我能抱抱他吗 凌儿 阿弥陀佛 走走 鸡月堂今日 又给穷人免费发放药材了 还有这么好的事呢 这你就孤陋寡闻了 鸡月堂可是咱们城里最好的医馆 他们不仅妙手回春 帮咱们治好了各种顽疾 那更是医者人心啊 那走走走 快去领 走 听闻堂主自容卓绝 活脱脱的九天神仙下凡呢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也想就可预论了 这是咱们堂主 亲自配的四君子汤 按方间腹能去谈不弃 大家一个一个领 人有份啊 后面都拍好 都有份都有份 谢谢 姑奶奶 你不在家待着 你跑这儿来做什么 多谢 我做了点糕点给你们送过来 姑奶奶 这人这么多 小心别挤着你 瞧你紧张的 至于吗 至于 当然至于 这可是咱孩子 快回去 糕点等我回家吃 美的你 我这不是给你做的 我这可是给着灵二做的 还有啊 你昨日的账可又算错了 亏你还跟着上官大哥 这么多年 人家的本事 你一常都没学会 会算账有什么 上官大哥 死细白咧的 跟着玉哥主混 还有养活默哥上下 几百张嘴 我看呀 他迟早的被吃凶吃垮 你懂什么呀 守得给女子花钱 才是爷们 反正比你强 我的钱 不都在娘子那儿吗 好 小姐 你怎么过来了 快快快 坐下歇会儿 你现在可是有身子的人 可得金贵着点儿 我没有那么金贵 那可不行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贤可可饶不了我 他一天瞎操心 你别搭理他 这是我给灵儿做的点心 灵儿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趁会儿不知道去哪儿疯了 和之前一样 按时服药 好好休养调整数日 便可权益 多谢堂主 多谢堂主 有你们这样 医术高明 又不收枕金的医馆 简直就是我们 老百姓的福气啊 不用谢 慢走 谢谢啊 爹 梁儿 又调皮 你 这孩子 娘亲 爹爹凶我 凶得好 谁让你吓唬婆婆的 我那是帮爹爹给婆婆治病 治什么 那你当时说说 你是怎么帮为父看病的呀 肝气欲解 喜书肖而悟抑郁 我多伯伯笑伯伯一笑 继血冬肠病就好了 你呀 你爹爹说的话 你倒是每一句都记下来了啊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呢 这倒是 娘亲我去玩了 这聪明劲儿随我 你怎么这么自恋啊 别气馁啊 也有随你的地方 什么 调皮捣蛋 喂 讨厌 我哪有 瞧她这闹得翻江倒海 鸡犬不宁的本事 不和当年的纹固郡主如出一辙啊 不过我喜欢 讨厌 你们手脚麻了一点 动嘴轻一点 摔坏了东西 招架给我赔偿 等一下 小姐 看你这汗水流的 万一弄脏了锦断怎么办 别用手 下次注意一些 多谢小姐 她才会注意的 这些花 就别往屋里搬了 就放院子里吧 好让她们也沾沾 咱们云王府上面日投的光 这些啊 都是能攒福气的 是 你们俩笑什么呢 也不干活 大小姐跟以前不一样了 恩威病师 颇有涨家人的风范 就是举手投足之间 有了一些跋扈 没想到 我云香河多年的愿望 就这么达成了 我真成了云府的掌家了 爷爷啊 你看见了吗 香河会努力的 可是大小姐 你是打算 这辈子都在王府了吗 你不说啊 我还忘了 我呀 现在什么都好 就差个状元狼了 我还要听潜月的话 多读些书 让自己 变得更强大一些 这样 我才有能力 与我未来的夫君 度过我人生中的 每一个难关 愿意为大家说什么 掀起风潮 轰动一时 超本无数 广受好评 都是夸大了 没想到 她不仅真过起了 逍遥快意的江湖生活 竟还写了下来 你想好了 你说得对 复国之路和叶天忆的杀戮 其实并无二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 只希望莫格的兄弟 太子殿下还有 还有天下的百姓 都可以平平安安 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 无法完成你父亲的遗愿 也没关系了 平安地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放心吧 有我在 以我为公子多年经商的手段 养活五个莫格 也不在话下 忙碌了一天了 累化我家相公了 天赐已经长大 成为了人命的少年君主 容风接管了旧气封闭 听说性子沉稳了不少 和前去联姻的天圣公主 叶清暖 琴瑟和鸣 玉姑娘带着莫格隐于江湖 据我所知 上官明月始终追求其左右 至于能不能成 我就不知道了 彩莲和贤哥这小夫妻 也过得和美顺遂 算算时间是不是也快生了 是啊 他们俩是不是也要生了 也好 林二又多了一个小伙伴 就连湘和那个丫头 如今都长起了孕妇的家 还有模有样的 潜月 你说说你们个个有着有落的 就你哥我孤家寡人 何其心酸呢 不过悟念 我也准备去找属于我的幸福了 潜月 你可一定要祈祷你哥 是 此去顺利如愿了 是 你说 哥哥跟叶茜 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当然 他们会像我们这般幸福 嗯 我什么也没看到 爹爹娘请你们继续吧 反正我习惯了 站住 你这个儿子啊 真是个活宝 随他这个活宝的娘 还不是有你这个难缠的爹 我的小绫儿 每天晚上爹爹和娘亲 搂着你睡觉 是不是很幸福啊 睡着了吧 睡得可香了 现在有你跟林儿陪在我身边 就觉得好幸福啊 那我们就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啊 你知道吗 我刚才听你给林儿讲睡前故事 我就在想 如果是在我们那儿 会有专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小布娃娃一直陪着她 有时候还会有彩灯跟着音乐一起选择 林儿要是有这些肯定会很开心的 你想挂彩灯是不是 那我明日就去弄 好 那我们就一起动手给林儿做一个好不好 都议你 这孩子长大了不得了啊 来 过来 娘亲看看 你怎么把脸涂着小花猫了 你个小坏东西 爹爹救我 娘亲打我 让爹爹救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次爹爹也救不了你 因为在我们家呀 以你娘亲为大 是 世子妃 任凭你发漏 爹爹原来这般祝福亲子 不是 小布娃娃娃 我要把全部的人都换成小花猫 你看你把你儿子惯的 娘子 来 小翁娘子的脸上被画花了 今天怎么这么殷勤啊 这墨经操不掉 待会儿啊 用水清洗一下 殷勤 我何日不是殷勤啊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儿 闭上眼我就告诉你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把你猜中了 真是防不胜防了你 当心被灵儿看见 这小花脸 这个花灯做得真漂亮 灵儿 好看吗 好看 你看那个是什么 星星 星星啊 那那个呢 香蕉 香蕉呀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告诉爹爹是什么 小兔子 真聪明 我来吧 你还记得吗 我们就是在这儿 一起看的萤火虫 那时候虽然你对我态度冷漠 但是能跟你共赏美景 还是很幸福的 我何时对你态度冷漠过 你这可冤枉我了 你知道吗 打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被你深深地吸引了 你知道吗 我每一次把你从我身边强行地驱赶走 其实我的心是最痛的 只可惜 萤火之光微弱 且只有黑夜才能见到 虽然幸福 却转瞬即逝 潜月 你何出此言呢 这可不像你平日里说话的风格 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多臭善感了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亏待了我的世子妃吗 没有 有你和凌儿陪在我身边 这样的日子 即便是一天 我也是幸福的 不够 远远不够 就算是一生一世 我都还不满足呢 我要你生生世世 都做我的娘 好吗 我的姑奶奶 你可小心点 这种事情我说就好了 我没事 怎么没事 我问问我的宝贝儿子 你说说 是不是你娘怠慢你 白天不好好吃饭 夜里又不好生睡觉 你还说我 你大晚上哼曲子 哄这个还没出事的孩子 我能睡得着吗 怎么了 儿子踢我肚子 什么 这小子敢欺负你啊 还没出事就向着你爹 要不你来怀 我不遭这罪了 等她出来 我非得揍她一顿 敢欺负她爹最爱的女人 我非削她一顿狠的 有你这么做爹的吗 跟你比起来 贤哥更像是个老婆奴啊 我也是 这可是我们容王府 光荣的船头 小姐 她就生一张嘴了 这点啊可比我强 我呀还得给她学一招的 日后防身用 什么意思啊 我欺负你了 没 一物相一物 娘亲 才连姑姑这么温柔 会和你这么凶 爹爹怎么会娶你呢 你个小兔崽子 说得好 你敢这么跟女孩子说话 当心以后逃不到老婆 凶八八的 乖 没事吧 娘 小姐 晓菲菲 晓菲 晓菲 你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奇怪 脉象平安啊 怎么会突然这样 可能是天气暑热 所以有点凶闷吧 没有大碍的 别太担心了 应该是这样 那你好好休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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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你承受他们的 不热 海君 好 怎么 트럩 你今天晴这么早啊 我看你给我买了那么多簪子 我正在想到底选哪支呢 我帮你选 这个 我帮你戴上 好 来 怎么了 没事 怎么一惊一扎的 好了 好看吗 好看 我们家娘子真好看 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潜悦 你站住 你有事情瞒着我是不是 没有 你有 你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 其实我也不想瞒着你 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可能 要离开了 离开 什么意思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本就不是你们天生的人 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 就在镜子里消失过一次 后来 我看到书上说 凡界是还魂者 无阳寿也无阴寿 或月雨 或数年 终将灰飞烟灭 我不信 我不相信 潜悦你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你骗我的 是不是你告诉我 潜悦 你如此爱我 对我情深意重 你不会就这样抛下我的 对不对 我也真的不想抛下你 可是我怕万一 没有万一 荣卿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万一你真的抛下我了 从今往后 我被三妻四妻 个个千娇百媚 你到现在还要说这样的话来气我 没错 我不仅敢说 我还敢做 你走之后 我荣王府从此会住进无数个女人 你知道的 男人 向来都搏剑 你人都死了 你要我为你守身如玉 不可能 柔情 你怎么能出这样的话来气我呢 你明知道我已经很难过了 你明知道我根本舍不得走 我根本舍不得离开你 可是我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告诉你 若是不想让我三妻四妻的话 你就给我乖乖地活着 不要胡思乱想 想不出办法 我破天遭地也会想出办法的 不要说我 我真是 别说我 你的 我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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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人的 你怎么会 我真是 我的 我真是 我愿不忍你 我真是 你平常试 我真是 你本人的 我真是 你自我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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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要胡说 佳云 你是不是有回去的方法 之前我听你说过 只要集齐三宝 就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是不是真的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 在我面前死去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如果是这样 你还不如回到 你自己的世界里 只要你还活着 我就有一丝念想 即便从今往后 我们再不相见 我也会永远爱你 你也有无我 问我话谈喜又 离去的悲恶 是我更尖尝 主子 不如我出去找找 你还嫌不够乱吗 这告示才贴出了两天 兴许很快就能有好消息了 你还能够乱吗 世子 刚才有未来治病的街坊 看了告示 特意将此书留在门口 他说 承蒙世子一致 无以为报 只能以书相赠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 玉燦 原来这第三件宝贝 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玉燦 可是 我已经将它毁掉了 凤凰重生 重生 我明白了 星雨飘摇 青丝有雨坠 思念滴血 沉默伤悲 浮沉一场 在录像 头落心灰 在回眸无百次 等你想会 阳光融化